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最近你可能看到很多科普说 胃病是不建议喝粥的 喝粥其实并不养胃 并且喝粥还容易导致其他的一些疾病 那在中国呢,喝粥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我们老祖宗都在喝粥 那喝粥真的会对身体不好吗? 我今天客观给你来讲一讲 那首先第一点 如果你确实是有严重的胃病 你现在胃痛恶心,腹泻的厉害 这个时候你喝一点粥,用一点流质饮食 可以比较好的来缓解我们胃肠的负担 帮助恢复,并且缓解症状 但是呢,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就是呢,常年的有老胃病 这个脾胃特别虚弱 他呢,稍微吃点硬的东西 他就不舒服 他说行了,那我姐就别吃馒头 别吃米饭了 我就每天把粥当主食去喝 如果你是有这样的习惯 你一直的用流质饮食的话 你想想,你的脾胃一直去消化 这么好消化的这种食物的话 它的动力啊,它的整个消化能力 就会变得很弱 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脾胃啊 更加虚弱了 所以说,如果你的饮食啊 是以粥为主 吃菜和吃主食啊 吃的都很少 这样的习惯 其实是对胃肠不太好的 那怎样的喝粥是最健康的呢 其实也是我们大部分人喝粥的习惯 就是呢,你也要吃米饭 也要吃馒头 也要吃大量的蔬菜 在这种情况下呢 再喝上一碗粥 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肠胃 帮助消化食物一定是有好处的 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你会发现中医在讲 没有东西是不好的东西 没有东西是非常好的东西 一定要中庸 一定要湿度才是好 所以说呢,不要呢 把粥当主食喝的太多的粥 其实这种习惯呢 确实对胃肠的这个消化能力啊 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这是首先第一点 第二点呢,很多人说这个喝粥啊 会导致一些疾病 甚至呢会导致一些恶性的疾病 什么病呢 有可能会导致食管癌 你说这不就是危言耸听吗 其实呢,我告诉你 这还真不是危言耸听 粥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 咱中国人喝粥有个习惯 喜欢喝什么粥呢 喜欢喝热粥 并且呢,刚刚煮开的粥 倒到碗里面一百度啊 就有人能拿起来这样 就一点一点慢慢的 就把这个粥全喝完了 那么我会发现 如果你吃这种过烫的粥 过烫的食物 它呢会经过食管 那经过食管 它就有可能会烧灼到我们的食管壁 烧灼到食管粘膜 那长期的这种热刺激 刺激食管 是有可能会导致食管癌的 所以说呢 怎样喝粥最健康呢 咱们别去喝凉粥 咱们也别去喝太烫的粥 怎么就喝呢 这种温一点的粥 这也是讲了中医的中庸之道 不要过度的热 也不要过度的凉 其实呢 你取中间 才是一个最健康的状态 并且呢 还有很多老人呢 有不好的习惯 就是呢 我吃这顿饭呀 我就是喝上一碗粥 加上几个咸菜 我这顿饭就搞定了 其实呢 如果你喝的粥过烫的情况下 并且呢 你还是以纯粥的这种 作为主食的 这样的习惯 并且呢 你再加上呢 这个咸菜中的亚硝酸盐 三管齐下 对于身体 其实是不好的 所以说 最好的状态就是我们喝呢 温的粥 并且呢 我们一定要主食 蔬菜加粥 搭配到一块 千万不要过度的 去偏向某一种食物 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 都是不好的 好 那么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更多健康知识 请关注我